其实首先整个活动下来我自己挺开心的 然后也觉得挺自豪的 因为毕竟是代表中国青年站上联合国的讲台去讲话 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 联合国是甚至是集思广义的一个平台 集集了各国青年人的思想 然后来让地球变得更好 这次我能去我觉得非常骄傲 因为不是代表唯一个人 不是代表组合 而是代表中国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也知道了畅想2030这个活动 也希望以后呢 和联合国有更多的合作 然后通过我自己的力量 然后来帮助别人 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朋友们 从《TF Boys》 汪汪汪汪 甚至是 Emma Watson 甚至是 Malala Yousefa 刚才已经做了一个特别的信息 我认为他们能理解 在中国有278亿人员 10年和24年人员 这是一个大群 这是一个年轻的人 需要与这些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人 可以帮助他们做的 毕竟我是一个学生 然后我能知道优质教育 对我带来的影响 带来的好处 那何谓优质教育呢 首先是普及的教育 让每一个人都能受到教育 然后男女平等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能受到同等公平的教育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找到适合他的 他自己喜欢的科目去学习 那我也看到很多 可能接受不了优质教育的 山区孩子 农村孩子 知道他们的一些苦衷和悲哀 我觉得爱心或者是帮助 还有关注这一块 不是一个很难的事 大家都可以做到 我最近看微博 看到有很有争议性的话题 叫校园暴力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通过立法 通过学校 通过老师的教育 来约束 来管束的 这样一种行为的 多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 三思而后行 网络暴力这个事情 其实也和校园暴力是一样 虽然它不能伤害你 不能让你受伤流血 但它对你心灵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 最开始可能我们出道的时候 也会受到网络暴力 其实我自我排解能力还挺好的 就是我要让我情绪发泄出去 我不能憋着呀 首先第一 注意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然后吃好饭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 不要因为一些烦心的事情 就把自己搞得不开心什么的 这种就伤害了自己 而且也得不偿失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年轻人 为了未来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 是那些人 那些年轻人 在2030年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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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非常重要 那些人 现在 那些人 那些年轻人 今天 可以 在未来 有更好的世界 在未来 有更好的 你 你 你 是 你 就 你 你 你 不是 就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